三战纳谷墙5月29号开始动工 预计11月底要完成 秀林项明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感谢部落主任支持和公所经费益助 不仅解决目的不足的情形 也让主线有更好的安置地方 为了解决三战部落目的不足的情况 历经了5年多的时间 过程当中也召开了部落智商统一权的行驶 让行程流程跨出第一步 在适合申请作业取决的过程 公所在执行上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今年5月29号动工之后 预计在11月底全部完工 为了可以解决地方没有目的可以安葬的地方 针对三战纳谷墙的部分 在今年的5月29号已经开工 预计在今年的11月底会完工 我们这当中的一些抽签程序已经完成 对于我们乡内的其他的一些纳谷墙的政策 我们代表会绝对会全力支持纳谷墙的预算 让纳谷墙能够在秀林项能够推动 既明要完纳谷墙启用之后 今年度就是三战纳谷墙即将完工了 主人们也抽签完毕了 要将新人纳谷帮入纳谷墙了 不仅外观相当美观 也让大家来到这里祭拜祖先 也更加亲近了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